我想以韩国语他或许不管从基层开始到中央各方面的历练呢 他一定可以在主持议会的时候呢 让所有的各党充分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我相信呢就成如他先前在拜访民众党的时候呢 也会把民众党的意见可以充分的表达 未来不管是在协商或者是在主持议事 我相信一定是可以非常的顺利 同时呢能够充分的让各党来表达意见 那我相信他一定会以一个超然的这个主持议事的态度来进行 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个人跟他有比较深厚的一个交情 那我未来呢也希望在整个南投县的各种的地方建设 除了呢扩大中部地方 让跟所有的这个中部地区的立委 在更多的议题上面的结合来帮忙南投县争取 那未来呢我会也会寻求他在立法院的这个力道 那么多多帮我们南投县来争取更多的预算 来对我们偏向来表达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